這是好茶 這個是好茶 好茶也是我剛剛講的 其他好茶與大社 更糟糕的是他們的原鄉和推入 也許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好茶 從舊好茶搬到新好茶 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說是政府的通說 你可以搬到新好茶這一塊地 就是這一塊地 現在整片已經在地區 剩下一個教會盤在 政府剛剛說你們可以搬到這塊地 這裡是安全 像他們那時候是千春的五百村 所以其實政府幫顧過千春 不是八八咒才有 是天舊以前也是這個 這是荒廟的一套 就是跟你們搬下來 幫你搬好地帶好地區 就住這邊就對了 然後軟玩家是不要 這個地方吃麵龍的口袋 整個地方 我們這個大約吃不過三十年 就會軟搬 那時候洗澡是有這樣 可是 可是政府就 我找通常學者來看過 保證的問題 結果 他們突然三十年之後 就 就被虎蝸流沖了 然後八八的時候 又被整天帶過去 只剩下整個教會 他們還 他們安置在一區三年 然後 終於等到八八 對他們來說真的是 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難過 就是 八八把他們整個蓋過去之後 他們變成八八的受渣戶 然後八八剛好永久的政策 所以他們終於可以 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可是 永久屋 剛剛說的永久屋就是那個房子 它就是安置 所以 對好茶來說 它是一整個村都沒有 它沒有 它的根地 它的傳統 也就是生活裡面 它的目的 全部都沒有 然後 只有永久屋的那個房子 而且還是在馬家村的村口裡面 那 這個就是好茶 好茶 好茶就是 它就是我們是 王子孽村 但是重點就是要 王子孽村 然後說 這是永久 可以永久屋 然後 然後 什麼都沒有情況下 我們才會看到好茶 為什麼會 爭取原地爭取木 為什麼 有了一棟房子之後 還有那麼多生 其實原因是在這裡 那 可是這個爭取木地 一直沒有接過 他們的公路一直都沒有接過 然後去年 六億 下一場很大的 他們在山上的公路 因為 所謂的簽孫 就是所謂的簽孫 到永久屋之後 也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 山上的公路也 流失 就是 本來他們的 村子流失 就已經很難 放棄了現在 跟山上的這個 一部都一起流失 所以好茶 現在還可以在 一個 政府當中 就是 政府的行政 代表 來進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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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另外一個 有種的問題 就是老爹的整理 那 因為我是用青春的 觀點 觀點 你看幾乎 幾乎 台灣人的多 幾乎在其中 都是以青春的房子 去入獄 很多都是以青春的房子 去入獄 對 那其中有一個 很多問題就是 剛剛講到的 政府是用 每個戶數 然後算人數 配方的點 但是多的戶數 是沒辦法算的 因為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長子 記者 這件事情 老大企圖的長 但是算面 很固定很固定 然後政府就說 那你不僅多少 你不僅好 你高色而言的話 你如果這裡是 22戶 我就剛剛 蓋22棟房子 然後 蓋完22棟房子之後 才去合佩 因為政府說 我們配房子 是要配給災 所以我們要想來 你們這個 整合你 有沒有固定在雲香 有沒有水電表 有沒有實際去證明 可是 有的人 每個人 我覺得 有白白種的狀況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狀況 就是 有的人 他有一部 但是他沒有寫到 那個裡面 或者不想寫裡面 他就要工作 有的人 有的人 在外面 工作 有的人 那什麼叫做實際居住證明 那 我是簽書的話 我就是整個村要一起 可是 那如果我在外面工作 我只有假日在我家 那我到底怎麼會 實際在這個工作 那就是一大堆這樣的問題之後 其實實際上的負數 跟我們可能根本就不行 你當初帶來這麼多 可是 你當初帶來是這樣子 我們實際上需要的路 可能這麼多 因為你不是簽書的話 你自己組在一起 所以就導致 所謂的合佩爭義 就是 政府把他後面覺得 實在是不行了 因為 因為政府自己也被那樣子的合佩 就是 大家要配給誰這個問題 一直被投訴 被承請 所以他就說 那你們開部落會議 決定 他可以去一個請你前進方案 然後你們開部落會議 自己來決定 然後部落就傻了 因為 你整個部落都是親戚 然後房子做那麼多 一定有人會被踢出去 然後你要我自己去手錶 比如說 我的叔叔跟阿姨 誰有這個 誰沒有這個 住永久 也許大家會看到說 永久 我導致部落的分離 那這個分業裡面 除了 對於 當然對於重建 英建美白的 所謂的 所以我這邊就是 合佩這個問題 要自己來表決 我要自己來表決 然後自己來看 如果會 來決定我的所有的 族人 親戚誰有資格的部 誰有名字 那萬一我表決 那萬一我表決 大家對我資格 的時候 合佩房子 你有幹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們開始 然後 那這個 另外就是說 剛剛講到的 就是 以永久屋暗刺 跟救災的方式 去處理千充問題 之後 你就能做什麼 剛剛我們也有講的 遮理恐怖問題 還有就是根地的問題 他們其實都是在 那個 自己永久屋旁邊的空地 沒想辦法去 種菜這樣 就是新來遠回 這個是高雄的大意 他們就是想辦法 在那個 多的地上這樣 種菜 因為他們沒有 像那樣子的一個 生活環境 那 我覺得其實 這個周雲童的問題 我認識的一個部落裡面 他們 他們從其實 二十二三十年前 是老早的 到現在是水泥 都是自己蓋的 包括水泥房 因為過了很多會蓋 但是 他們自己蓋 可是他們家水泥房 都會 試著會揍水 吸水 然後他說 為什麼你們的方式這樣 他說 可能是以前 因為他們這個 這批房的一定都是老人家的女性手 他說可能是老人家 他說可能有一邊 會有一邊 拉那個水泥 要拉的 所以水泥不是很好 就會滴 可是水泥的購物 他們不會怪 因為就是他們不如自己弄的 那怎麼辦 就是等大家有痛的時候 也是要用換工 融工的方式 一起去把這個水泥 這樣就好啦 這樣就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自己蓋的方式 我們自己修 可是今天這個房子 不是我蓋的 然後說 這是我 設計不是我的 然後我這個 這裏房子 你看這裏房子這麼冷 他們只要曬個衣服 就衣服都濕掉 螃絲泥到外面 螃絲濕掉 然後那個水一直跑到客廳面 其實每一步都這樣 因為 你要真的要加蓋一個 浪板出來的話 那就是違建 所以他們只能這樣 就是蓋一蓋 然後有人就是蓋鐵 然後還每天被照相 啊 警方公司的照相 還指到說 這違建你要拆 就每天這樣子 大家都過得很痛苦 明明是我自己的家 可是我覺得好像要很 好像作賊一樣 就是要 都要偷偷的 然後專法律 露動 很奇怪 其實我覺得這個 除了房子設計的問題之外 它有一個就是 你說這是謙春 可是為什麼 其實不是我房子做的 沒有辦法自由的使用 今天為什麼 部落的人會抱怨說 這個房子設計不好 這個房子有問題 這個環水設計不良 這個環水有問題 如果當初 那他就了解 這樣 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不去 然後就算有下 我們可以一直 改建 然後我們可以去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 力量 可是今天這個 不是我們蓋的 是別的房子設計的 然後有問題 我們就反應的時候 他會說不行不行 然後我們自己蓋的時候 不行不行的 然後 然後 這樣反應說 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什麼 因為你這個設計不夠 我們要什麼 就這樣說 我們要指 就是 那我到底 我在這邊算是什麼 這個不是我的家嗎 但是我在這邊 卻好像 好像是一個 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 只是記住 記住在別人的 層面下的感覺 這是泰文村 泰文村也是一個看到的 泰文村 泰文村 有一個傳統的製作 就是 川長的朋友 如果 說什麼 他們都 就是很多 所以 所以 像別的陸佛還會有人 那一刻嘗叫 有人說我要簽 有人說不要簽 所以有人在想想去 泰文是沒有 如果講好了 既然要青春 那我 雖然捨不得 但是我們 一起下來 到圓球 可是下來之後 我上去泰文看了 我覺得 我覺得 蠻要鬼的 就是 泰文搬下來之後 如果有 有部分的意見 覺得這樣變得很好 因為 當然政府也覺得很好 因為 因為你們就是 離開了那個危險的地方 然後來到這邊 然後交通都非常的好 然後附近就是那個 萬金市里面 是一個 很好說的 萬金店 所以 每次都不怕 很多的活動 然後 然後 好像可以 我帶來 其實我也不太照顧 你們帶來 但是 但是好像 就很多遊客 然後 他們每一年八週 就是遊客在這邊很熱鬧 然後旁邊沒有照顧 然後 就是白開 然後 然後老人家 只會過來看 就是 他們好像 這裡到底 是不是他們 還是他們是在這邊 因為 以前的老人家 就是很散的 然後在這邊 或者在空間走來走去 但是 現在的狀況 是大家過來 看他們的活動 然後變成好像很熱鬧 又漂亮 又現代化的地方 可是 老人家住在自己的 部落裡面 好像有一點 是不關心 他們就 大家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好 然後 我們要拍片段 大家 一下 一下 你們 你們全部說完 沒關係 真的嗎 這樣就不用找了 這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這裡是他們同路的家 然後這個是文物館 你們的情路 然後 這個又是 政府覺得 記住我很好的地方 就是 就是 我不帶給你們下一個 你們的帽子 而且我不遇到你們的文化 有沒有帶一個文物館 然後你們沒有文物館 對 可是 我必須要說的是 國所認識的 當然 因為台灣族的部落 每一個部落 其實自己的文化幾乎不一樣 就是 好像我們看過去歐洲 不是歐洲 但是歐洲各國的都一樣 那 可是 基本的道理是一樣 就是 台灣族就是以同路為頭 其實同路的家屋 其實是一個大工廠 婚商、寫清都在這邊 祭司在這邊 一定要在同路家的前面 建政之下完成的 進行 所以 然後包括有一些部落 甚至是他青年會的訓練 全都是在同路家前的工廠 然後 所以同路它是一個 這個部落的一個核心 他住的 他的家不是他住的地方 而是他住的地方 可是搬下來之後 政府 如果沒有 大家要公平 公平的同路就拿比較大 所以一樣 按照人數可以二十八個 所以 同路的家就是這個 有利益的地方 二十八個 然後 他的所有的 他的所有的東西 因為 台灣族會把所有的 桃臥啊 包啊 然後 紀念用的所有的 配飾跟什麼東西 全部都幾百年這樣 都是這樣從下 很小型的從下 然後同路說 我二十八年我根本都放不下 所以 所以他們又蓋了一個文物了 然後政府覺得說 這個是文化重建 家屋是那個家屋重建 然後文化重建 然後文化是文化重建 然後裡面有承認 我們也有 故意到文化 不過不是說 簽完簽行之後文化會斷絕嗎 因為我們 要把文化延續 就變成文化 所以同路家屋現在 他們的門口還是有一個廣場 就是還是在這邊舉行管理 可是 他的文物是在他的文物館 然後我就問同路說 那 可是文物館又沒有人在管理 只有一個門鎖而已 那個 幾百年那個項鍊 什麼 我幫他說 沒有我們所帶我家的保險箱 我放在家裡這樣 因為我比較貴重的 還是放在家裡 就是 部落本來是比較部落 可是他變成是一個 且的 就是 家屋是家屋 文化好像 這樣變成文化變成 蒼光的文化 是文化 然後 心靈跟地 是心靈跟地 這樣 然後如果你們心靈跟地 是跟做護身體的 但是如果你們覺得不夠吃 就是 因為以前 以前的 沒有分那麼多 以前 他就跟我們說 那個文化跟生活 都是常一例小米 還是 小米是勞作 小米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小米的事實的變化 就是他的碎石劑 然後小米也是可以吃 當然可以吃 所以你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在一起 可是現在是 家屋是家屋 我屋是我屋 然後 心靈跟地 是心靈跟地 然後你說你沒有工作 我帶給你的賠利啊 然後再加到產業產業 所以這個是 在政府的部分 這個時候 太快了吧 可是對部而言 所有的生活 應該其實是在一起 對 然後這個 對 好這邊差不多 這是我要講的一個老人家 我再來一個 碰到的老人家 就是 他的孩子搬下來 然後 他的孩子其實也有十多歲 他說這個 大概有八十多歲 他說他搬到 他 我去他家看他的時候 他就是只有一個人 默默在家 因為他的孩子 不要就默默 他一邊說大家看電視 有很多花生 然後他女兒回來看他 看到他撥完了 就再抓一把花生給他 然後他就撥了 然後他說 他說 其實以前 古老的老家 就算習慣不方便 他推到 那時候他都認識 沒有什麼問題 他知道 那個環境 他其實 他就只有在家 然後他就只有在家 一個花生 對 一整天 但是 然後他 他們給我們辦 因為教會在山上 所以他是很想 對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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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山上一定要帶你 然後回去看你 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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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這樣 大家 有什麼 八八歲在之後 大家有什麼其他的 有關的問題都可以 還是有人有大塊 沒有 感想 還是有親切朋友的問題 還是 好 沒問題 我想要 就是 有些感想 就是 或許有關 或許有點重複到 那 目前 我想先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想過 永久屋的定義 似乎就已經 他真的好永久 住進去 你這個村子 就沒有永久了 保證沒有永久的 住宅 那 剛剛有聽到說 他選擇回去 面對 那個山林的風災 然後或者說 就待在永久屋 就像你們說的 把人當盆栽 可是他甚至 連盆栽都不如 他連盆栽的定義都不如 他的設計規劃 甚至似乎都應該 很悲催的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設計 跟我們的工程 合定 法規法條 好恐怖 我先回應你剛剛講的一個 其實我們剛剛有一個地方 沒有提到 永久屋的合約 還有一個簽個三方契約 三方就是居民 政府 跟蓋的單位 所以居住不管是 磁濟 紅石智慧 市展都好 這個合約裡面 有宅民 永久屋 他叫永久對不對 可是居民 你只有居住的權利 你只能繼承 對 然後呢 你所拿到的所有權狀 只有那一間房子 沒有土地 就是房子跟土地 地上物跟土地是分開的 所以他們也在擔心說 到底會不會五十年後 他們就成為現在台灣的眷村 因為地是台塘的 只要說我這個地 我另有他用 或者是哪個工程要開發 需要用到當地的水源 你們就要全部搬走 然後你們就要自己想辦法 就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所謂的永久屋 那個是 只是 好像政府的 他覺得那個 他的目標是要做永久的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從他的房子的規劃設計 到他的整個條約 契約上的一定 其實都沒有做到永久的這件事 他都只是在暫時 甚至我們也直接跟他們講過 你有沒有想過 部落會繁衍後代 但是不要說部落好了 漢人班 其實他們也會繁衍後代 那以後怎麼辦 有官員直接回說 那三五十年後的事情 我們已經管得到自願了 那三五十年後 就是這個盆栽如果住不下了 他要嘛就是互相殘殺 我覺得以後一定會發生 到底房子要歸誰 一家有五個小孩子 誰要去替成那個房子 誰可以住那個房子 那都會是問題 對 沒什麼 我們嘉義的那個永久屋 蓋在斷層旁 斷層上面 我就希望那個斷層就剛好都 高層跟屏東蓋在行水區 跟洛野區散獄 很奇妙嗎 雷集區 然後那個永久會面 還要放壁人針 然後屏東我剛剛講到 常識百合他們附近是堆肥腸 我開車去 雨天開車去 還沒有下雨的時候 引擎蓋上全部都是蒼蠅 然後空氣很臭 君明反應的時候 黃寶神就說 我們來驗沒有超標啊 沒事 然後都是在那個 沒有排放的時候 這樣驗不到啊 我還蠻鼓勵大家可以去現場 走走看看的 就是 其中我們剛剛講的一句話是 馬英九那時候講的苦惡旺詩啊 大聲 大聲之後他們就是苦惡旺詩 對 蠻久早上還要起來慢跑 那個苦惡旺詩 有公車可以過進來 公車喔 他們有觀光導覽 他們有那個 接待家庭 其實好茶村現在在發展接待家庭 因為好茶村沒有自己的原相 沒有退路 然後又沒有土地 因為永久沒有土地補償 所以他們說我們還是 可是我們的村就是在這邊了 我們就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 面對我們這個現實 我們要有工作啊 所以他們發展一下接待家庭 因為那邊蓋了 然後 然後 我們路太族非常不符合自己的家屋 他們 一向都擅長用石板 用木頭 用原始的東西去 去把自己家屋 不符合特色這樣子 所以 他們其實 就是在發展做接待家庭 目前好像有 應該有 我上次過好像有 將近90部 滿多的 從一開始30部 然後就越來越多 來加入這個接待家庭 然後我覺得大家如果興趣 就有幾個朋友 一起去那邊住 看看 然後跟他們真正的聊聊天 因為他們說住在那邊 因為很多年輕人在外面 所以客人住在那邊 可以跟老家聊聊天啊 然後他們也可以有點熟悉 這樣子 然後可以實際的去 跟他們聊聊天 怎麼想的 就很難 請問他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常常 就是徒弟的想法 想說 我們就看到你的風在 颱風來這樣 我們想說 為什麼他們不早點 下來 我問你 有一個想法 就是 為什麼不下來 因為我們要 真的發生問題的話 是很多媒體 都不早點跳 比較危險 而且問題是 假的 有一個想法 就是媒體的 有一個想法 跟這個有一個想法 那假如說 我們要交由下一代 我們要怎麼跟他 解釋說 他們 為什麼要找 身上 對他們來 去最好的 難道他們不行 就像 他們會不會 下一步 我希望未來會更好 讓他們下一代更好 他們 出在商上 我們真的會 他們真的自己認為說 他們對他們起來 帶來 這個是最好的 他說 教母平地 教育我們小孩 那他們應該是這個 未來老闆 他們已經未來帶 是怎麼教育應該帶去 怎麼跟他解釋說 他們坐在上面 他們學的最好的 我們可以過得 他們原始的 最想要的東西 要怎麼去更 去分兩部分回應 我們這邊回應的是 特意的部分 我等一下請張子葉回應一下 他為什麼這麼想要回家 他是拿馬下來的 好 政府規定 撤離標準是250毫米的質量 但是 你剛剛看到的 所有的院長都 大概一百 路就沒了 所以其實在撤離之前 路就沒了 可是現在每一個部落 其實在災前 他們就都有自己的病難場所 每年都會有病難物質 那 可能他如果有病難物質 為什麼風災 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風災那時候出現的是 一個部落團 沒有面對天然物質 還叫燕色湖 在他們過去的傳統記憶 跟經驗法則裡面 沒有燕色湖這個東西 那時候他們看到 河川的水變少 他們只以為是上面的雨停了 沒有意識到是因為 燕色湖把水堵住了 所以其實 高雄的災區不是土石流 它是因為燕色湖瞬間爆發 把土石全部掃下來 才造成村莊這麼嚴重 然後這些部落 他們後來自己籌資 就是蓋了病難物 然後現在也學會了在災前 就先做好物質的準備 這些都會做 我覺得 也許以後我自己有下一代的時候 我會跟我的下一代說 我們沒有那個權利去講說 住哪邊一定比較好 因為 你必須去沉浮在 部落 在自然環境下那種謀生的景 我問過他們 我說如果真的發生 再一次這個展覽 你們會準備什麼 他說火柴 然後鹽霸 水 甚至水也不用 鹽霸是怕脫水 水的話他們直接在場裡面 取一個藤 你就可以喝水 火才是生火 甚至部落的老人家 是可以不用 他就可以直接生火 原則上他們是可以保 保有 不是 可以維護自己的生命 是不會有狀況的 然後 為什麼每次職人機 會去飛呢 政府要他們下來 但他們都沒事 下來的 住在營區 然後大家就會說 你看我們要花錢養你了 你們在營區 我們還要勾你們吃 勾你們住 勾你們穿 然後你們要嫌說環境不好 可是問題是 他們沒有要下來的意思 沒有下來的意思 他們前提是 他們也把自己找不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政府倒不如花錢 把那個花在營區安置的錢 去花在鞏固山上的避難的措施 或者是物資的裝備什麼也好 你們看到之前黃敬明的案子 消防署的署長 他添購的高抗災平台 那麻薩有一座沒有作用 之前添購的衛星電話 沒有人會搭 那我們浪費了多少錢 在這些東西上面 然後那麻薩 在封災之前 沒有一台四輪盆的救護車 封災的第一年路斷掉的時候 居民生病是居民自己接駁 救護車不送 因為救護車沒有 四輪盆跑不動 一直到了封災第二年第三年之後 才有一台民間捐款的錢 進去那邊 然後買了一台救護車 救護車這個我們想起來 這應該是政府要做的吧 政府沒有做 捐救護車的人是一間民間的廟 在風呆的第二年到第三年二 才有那個救護車到山上 然後 我覺得如果是我住在上面 我沒辦法相信這個政府 會好好照顧我啊 因為我們在平地的生活 這麼辛苦 看到山上的這樣 連生病的權力都沒有 我怎麼可能相信這個政府會照顧我們 至於那個留愛山上的什麼想法 我可以請他跟你們分享一下 他每個禮拜都會從大龍市區回家 到現在 我們災後到現在 然後他平常在市區工作 他很堅持 他找資料的過程喔 我們也得分享喔 家一市哪裡是山上你知道嗎 啟明路以東就叫山上 哪一年會土石流不知道 那我們以前住在那個南口最平安的吧 九二一的時候大家都問 很壞人誰不拔都來 那台灣照這樣講喔 沒地方住 因為海邊會淹水 山上會死人 那問題是 這個是怎麼造成的 國土破碎是誰造成的 沒有 住在山上的人不一定就是開花的人 或者那個開花不是那樣的開花的人造成的惡因 那那個惡因有時候 路的開 山上的農業的 農業上山 有時候說起來也是一種 那個時代秘倡的另外一個運命 那現在就必須要負責 這是一個運命 所以我們家裡人說山上就對了 市民路他都叫山上 真的啊 他的副名就是這樣嘛 那那個哪裡是災區 中埔以上都是災區 對 對 啊這樣算中埔寬部 那這樣要把他撤鄉或撤來給他祖旗 對 再來還有阿里山 阿里山真正的阿里山沒有多少部啊 那個最多還是在寬部和中埔 那這次八八歲才 我們家裡的那個 集合屋裡面有很多是 眉山 那個漢人 那另外一區是中埔的客家人 那我相信客家的漢人跟金色會 再來一個園住民 你知道嗎 所以那裡不經常在亂 不是不亂人 你知道嗎 啊還有多少人 那我相信 所以那來 家裡這個漢人 我不知道他怎麼會 那裡面這樣 那裡這樣 以前族群變來都不合的名 然後肉這會 想說災區比較偉大會團結 這個動作 內鬥就更厲害 其實現在的莊家喔 你跟他說哪一個地方安全啊 沒有一個人會跟你保證 他只能說現在 他不可能跟你保證說 永久的安全 其實我們部落以前是很安全的 為什麼會變這樣 是因為是上方燕色有潰堤 為什麼潰堤呢 因為我們部落下方 因為下面有圖 也不知道我會上來講話 下方大概兩百公尺 就是所謂的燕燕水水 隧道 它有兩個隧道 它有分東西隧道 西隧道口是直接接到台南隧隧水庫 然後洞隧道是從我們那馬下區 接到桃園區 就是所謂的南橫公路啊 然後 從我們那馬下區到桃園區 剛好是我們部落的上方這邊 大概下來 它會 每天都在炸 它炸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感受到 大概 就是兩三幾的地震 是有感覺的喔 是有感地震喔 因為八八風災 水量很大 那也是一個自災原因 但我們部落不是因為水量很大 所以才自災 是因為 它炸的那一座山喔 上面的山都是垮的 只有那一座 就是隧道經過的地方都是垮的 然後以前山上這個小溪啊 最多就是這個的大小啊 然後山谷也很窄啊 然後它的那個土石崩落 把山谷堵住 再來是以前 在我們 至少在我們啊 市面有一件射火之三個字啊 市不知道有一件射火之的東西 頂多知道土石流嘛 然後以前的觀念是 欸 水小了 魚也小了 這是很正常的 沒有人想到說 上面 上面是有一個小水庫 所以當時 它 是從 這邊是很多叫做 它從上班上 直接衝下來了 但是 它不是像土石流 慢慢有 它是 它其實這一邊是有一個 身分撞緊之後 整個 很像海浪 整個這樣 把村都蓋住了 然後我們的 然後我們的專家啊 他第一次來勘察 他也不下來啊 他就在飛機上面 繞圈圈 然後就下去就會很危險 然後 好 我們現在一個公共工程委員會 陳正川 他是水土 土木工程的博士喔 他 在當時就宣告我們部落 三五十年 三五十年不可能安全 可是事實證明 我們部落現在是很安全的 他去年上學的時候 居民就說 你不是說我們這部落三五十年不可能嗎 他說我哪有講 我又沒有講這種話 你不要亂講喔 因為他現在河道上面已經是 大概最少有一百公尺寬 然後 那時候的土石都 垮下來了 其實都只剩下岩盤 就是 岩層啊 所以他不可能再一次的 阻擋變更事 我們下來 可是我們 國家就說不安全 就不願意 不願意 在我們這邊做安全措施啊 那時候都一直希望我們搬下去 所以我們部落有大概 九成的人是搬到永久屋的 只剩下我們一層 大概十六戶 五個 真是 自己搬回來 好 在那個時候啊 我們有跟 縣政府爭取 避難屋 中繼屋 那時候的縣長是楊秋 現在又說 哇 你們的避難屋 改的那麼漂亮 永久屋的人全部放回去 那我們這永久屋怎麼辦 所以 當時 政治人物都很可惡啦 當時我們那時候十六戶 十六戶的人喔 我們自己去找安全的地 然後自己去跟那個地主馬屁 然後每戶自己出資那塊土地 然後整坪是張老教會整坪 然後房子是世界展望會蓋的 然後 然後 然後楊秋心在他進行的時候 就變成他的正經 然後 其實你們說 你剛剛說 為什麼要留在這個部落 為什麼不搬下去 其實這時候看 看個人啊 其實我從我 會騎摩托車喔 因為我是在台南野水堵書的 從我會騎摩托車 我每個禮拜就會騎摩托車回來 到現在 假日我會覺得在都市幹 夠無聊了 只能 只能 看電視啊 玩街啦 玩手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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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拒絕這些都很無聊 因為我從小到小都在山上生活 回去山上的話 我們就是 比如說 想游泳就去玩水 想要去山上找洞 比如說 走洞 欸 欸 去山上走走走 找植物 你要做什麼都 你要做什麼都不會有人管你 而且我們山上的小孩子喔 就算他自己走路到隔壁部落 也沒有人會去理他 我那個姑姑他本身住在都市 他小孩子喔 他住十樓到一樓喔 國小五年級喔 不敢讓他下去 也不敢讓他自己去 Saven 買東西 而且 其實我們現在小孩子的生活啊 是很多都市人所渴望的 你看喔 像都市的小朋友我台北的喔 他們每個寒假 暑假就會參加什麼 夏令營啊 夏令營啊 都是要體驗的啦 啊 下午我們的時候 就會 啊 你們來看英國蟲 英國蟲有什麼好看的 到底就是這樣嗎 一閃一閃的啊 到底有什麼 去的我們平常看的就是這樣啊 啊 看到山豬你們哥們有那麼驚訝 你們可以吃豬嗎 對啊 其實 家是一個感受 像我回家就覺得很放鬆 沒有壓力 都不會想要做什麼 啊在都市我就 都市怎麼講 就有一種緊繃感呢 就是睡覺之後可能也不太好睡啊 幹嘛的的時候都只能看電腦 對我來講是很無趣啊 然後像我們部落啊 不知道怎麼講 哽咽 哽咽 其實才當我部落這樣做 聽到我部落這樣做 我覺得 所謂的專家 或是防洪啊 什麼專家 首先 第一個 第一個你要先對自然提供 第二個 你應該要讓當地人有去做檢測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的自然環境 不是專家坐直升地上上面看就好 或是有人這麼熟知 山上的路徑怎麼走 獵人有獵人自有 那個路不是我們一般登上去爬的那種 你看一定知道什麼地方怎麼走 然後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把這個轉頁托付給付了 讓他們去做檢測 然後提供給他們所有需要的器材 跟基本的那些相關的強勢之後 讓他們去做 現在很多地方在做環境教育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 讓大家有重新去認清 認識環境的智慧 我覺得我們以前都有一個是 跟土地很自然的連結 小時候我們一定是可以直接赤腳踩在土地 土地上面 可是你現在看有多少小孩子 通常可能會說 哎呀怎麼那麼髒 像連結沙山可能都會哭 對於是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斷了那個 跟大自然最直接接觸的那個情緒 然後我們覺得 現在 穿成這樣 然後有些那個才叫做文明人 然後我們就忽略了我們以前 跟自然其實是互相依賴的那個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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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覺得啊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就去工作 沒有 有這個問題 才能這樣 但是時間還要這樣 對 你們還要回到 是那個嗎 哪有什麼 現在要繞路 現在繞路一下三個小時 不止了 因為我們 現在要從我們 最好的一點 我們留一間 要給你們住耶 不會吐死掉 雖然你叫御山 沒有 沒有 哪裡 御山的女生 喔 御山女色嗎 不會啊 像我們附落我們現在看電視 我們都會說 我們有病啊 我們歡迎你們來做 對啊 他們才說你也打電話 我就問他說 你狀況怎麼樣 他就說 瑋婷你們物資夠不夠 我看你要不然先上來 還是我空頭 我現在從河繩上那些物資 你去吸口檢討 我怕你們物資可能不夠 他們會先準備好處 我說真的不用擔心 他們 他們 就是開心的烤肉啊 御庭呢 就回家餵餵雞 餵餵狗 什麼的 其實他們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我覺得 過去的媒體跟 政府 一直不願意去正視 或或把自己照顧得很好的 這件事情 然後 搬下來的所謂的被家族照顧 人他們作用覺得 會漏水 會淹水 但我還被台風吹破 這是我們政府局的照顧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慢慢沒有人情味 會越來越現實 不會在山上 山上可能有多的 就會分享 到山下要分享 這個動作會慢慢的不見 會來越現實 我現在互相檢註 養雞啊 養狗啊 養豬啊 養豬啊 這以前在部落很正常 其實在鄉村這也很正常 現在情龍感受連中 大家寧可是自己養 可是他們就覺得 不行啊 這裡是要適用公寓大象管理 力度養雞 來開罰 就全部趕快就殺了殺啊 送人被跟人丟掉 豬也不行 什麼都不行 都變得很辛苦 連要自主的集會和空間都沒有 對 你們有種常常帶什麼 紅手瓜 紅手瓜就是龍序菜的種子啊 山下就很開心 因為他們 在山下那個都要用買的 然後在山上那個是 隨便長就隨便種啊 這樣子 其實都沒有關係 可是在那邊很難 像你們這樣 這個一直看到這個 很多這種 錯綜複雜 而且是政治錯誤啊 然後 咬牙切齒的事這麼多 做記者還看得下去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才能力氣有工作可以做吧 其實我們一開始 政府幫你不願意理我們 他覺得你們就是一個 不成期會的小媒體 當然我們覺得我們 這個網站最成功的就是 中央重建會 就是主管重建的這件事 最高的長官 每天都會看我們的網站 然後會交代他們的下面 說你看今天挖克星王根 現在什麼 你們趕快去follow啊 什麼之類 就知道他們會怕 然後他們也很怕被我們發現 他們微服出群 上山的事實在 我碰到他們就說 你知道我們這邊上山 然後我就說 我用算的啊 因為居民會跟我說 然後我就會看那個行人 到底是誰來 然後大概會談什麼事 我就會去看 然後他們看到我的時候 以前會很輕調 然後後來就還看到 我說你怎麼都沒有變黑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陪他們說 對啊像你們那種 風神貓戴這麼大 你就會越當越黑 像我們這種人都不會 然後 以前他會覺得我們是 就是小孩 一直到去年我們寫的 他們的那個所有的 安置隱居漏水啊 簡陋啊 然後整個 不夠人心化的部分的時候 他們找我們去拍檢討會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的主力才說 以前覺得我們還是學生 現在覺得我們每一個 都是像大人的 你就知道他們以前 把獨立媒體看成什麼 對 然後喔 我要長調的時候 我們每場都會這樣講 不要擔心做獨立媒體 會餓死 這些事情 其實台灣人家 越來越多 這樣的工作者 然後 我覺得你要去 針對一個議題 認真的去蹲 去想 像楊潛豪這樣 你可能針對韓國議題 你去認真的做什麼 我覺得 你只要找一件事情 你很認真的去做 農業也好 然後環境也好 海洋也好 蹲久的就是你的 我覺得是怎樣 我自己是行文科系組成的 然後我都會覺得 我覺得不一定要進主了 才叫做有錢陪 或者是有出息 這事實上 要有出息的這件事情 它的定義非常的廣 有時候鑽錢 很多的人也是被罵 不然我們當局也會罵 很大會 每個人都算很多戶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 會不會 的 每個人都在 他都不會